师弟 今日之事 麻烦师弟向首座讲明 我到了门口的时候 他们已经在打架了 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静静 你来说 是 启禀方丈和首座师叔们 弟子在四门外迎客 两位女施主说要来本寺 找师父 弟子婉言相劝 说少林寺有规矩 女施主不得入内 不错 本寺向来有此规矩 女施主们 出言 出言污蔑少林寺 不由分说 将弟子四人手臂都打折了 那位女施主出手打你 所使用的手法如何 弟子没看清楚 这四位施主 还没有看清对方出手 手臂就被打折了 这种手法在我派的千叶手中 是有的 武当的回风掌中也是有的 昆仑的洛雁掌和空同的千叶手 这种手法也都是有的 正是 那两位女施主必有来头 当问清他们的门派来历才是 于是 弟子就忍着疼痛 问他是何门派啊 是那一位名师门下的高徒 可是那两位女施主就是不肯相告 弟子觉得 他们说要来寺里找师父 那都是骗人的 他们就是来少林寺来捣乱的 师弟 那女施主为什么要折断你的双臂 她为什么要自杀呢 她死了 回禀师叔 那女施主伤口不深 没有大碍 那就好 那就好 师弟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哦 当时我被那美猫姑娘一把抓住背心 当时全身酸染动她不得 我回去想割开她的手臂 可是却被她一下封住了眼睛 还是拿尖来刺我 我一着急之下 就忽乱抓了几下 一不小心就抓到她的胸 一下子就这样抓到她的胸口 对对对 就是这样抓的 对 然后她就急了 把我的胳膊给弄折了 然后在我身上砍了十几刀 那妈妈 山上不要本钱哪 她隐心意想谋杀亲夫 想做小寡妇啊 师叔 那个女施主还砍了你好几劲呢 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是啊 我有保抑护身 所以才没受伤啊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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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啊 她没往我的光头上砍 那那那小姑娘的剑砍不死我 定是吓得魂飞魄散 以为我老人家功是莫测 所以啊就拿剑抹了脖子了 其实我的武功稀从平常 而且死她这般花容月貌 我老人家肯定不会跟她为难哪 让她终于少林四海了 拉拉 师弟 这就够了 如此说来 这件事情哪 倒也不能全怪你 我知道是因为你 抓了她的胸脯 她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惠民师弟 生死悬鱼一发 危机当中胡乱一转 抓到敌人身上任何部位 都不算有什么过错 是啊 先听那个女施主口口声声 骂你是部属轻规 我当真你是犯贱去调剂妇女了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 其实啊 你是在跟女施主争斗之中 无义之失 这不算什么违反轻规 师叔 你请坐 来来 请坐 请坐 来 好 坐 两位女施主争强好胜 在这场争斗中 我们并没有什么过错 虽然如此 但是我们不可施了礼教 对两位女施主要好胜相待呀 方丈 言真有理 方丈 言真有理 不不不不不不不我 你 你 阿弥陀佛 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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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有脉搏没有啊 别碰我师妹 阿弥陀佛 师叔 咱们该出去了 走开 快 师叔 师叔 这招啊叫江河日下 是劳山派的掌法 女师主可使得不算太好啊 要是我呀 你就没法打过 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 咱们该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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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用纸弹了一下 那妞便服服服帖帖的 是什么武功啊 这是一指禅功夫 师叔 你不会啊 我不会 不如你教我呀 师叔有命 自当遵从 这一指禅功夫也不难学 只要认学准确 纸上浸透对方学道 也就成了 太好了 那你赶紧教我呀 我几天都学会呀 老纳从十一岁起 就开始学习少林长拳 当时啊 童文师兄弟们呢 都比我学得慢 练到五十三岁呀 才与这一指禅的执法 略窥门境哪 四十二年 老妈妈的 两个小姑娘 都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我再练这个 还有屁用啊 我只 人家小姑娘 才练了一两年 你要练四十多年 才能迎人家 你太差劲了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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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差劲了 事实无实点的是啊 我想个办法 咱们先回去 查查半肉堂的武功典籍 看看有什么办法 可以速成 是啊 你要想不出速成的法子 那咱们少林派 不要在江湖中混了 不如呢 请那两位姑娘过来 让那个大德做方丈 小德做半肉堂的堂主 由他们来传授我们武功 不不不 我们也不要叫少林派了 那 那叫什么派啊 刚才叫少女派好了 少林派改成少女寺啊 不行 只需要把上面那个牌匾 那三个大字 取下一个字来 换上一个女字 那不就结了 这 这 容易得很的 师叔你别着急啊 我这就可以想办法 我就不陪你了 不陪你了啊 上面字不能改啊 牌匾不能改啊 师妹 你的伤还没好 先不要走 我要死 也不死在小淫贼的庙里 可是 你的伤还没好啊 什么人 是两位女施主啊 是两位女施主啊 让 让开 好 两位又想出四 我等跟方丈大师禀报 你让是不让 你 让开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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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位女施主说拔剑就拔剑 我们不便出手 只好让他们去了 好在那个女施主行动灵活 可能伤势已经痊愈了 我已经像 像 这 石柱佐 石柱佐 我已经像方丈禀报了 a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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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那小鹰子在干吗 我怎么知道它在干吗呀 你自己再看看吧 看一看吗 我不看 又不是我要杀它 你自己要杀它 你看吧 怎么了 你自己看吗 神妹 你快看 快看呢 快 又让它溜了 大爷 我们这货色可齐全了 看这小少爷啊 有些面生 是 头一次来吧 我们这里规矩啊 有个开门历史 要见姑娘啊 可得先给赏去 你欺负老子 没嫖过厨吗 告诉你 老子可是行家 老子家里边开的就是这个调调的 打茶围的五钱银子一个 提打茶壶的给五钱 姨娘五钱 姑娘做花头呢 是三两银子 是啊 老子今日兴致好 一律成双加倍 哎呀 老子 老子 还没有来 抑郁 始终了 我再来 还没有 没有 你看 这场 这场 感谢观看 好 姑娘们 快出来见客 再来 两只小蜜蜂 飞在花丛中 转飞飞 又飞飞 飞 你输了 不能只喝酒 排着气 排着气 每个人都有赏心的 从这边开始 提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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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大妹子一起玩啊 你脖子上都烧好了没有 你干什么啊 杀了这银贼 干什么啊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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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 我也没怎么得罪 你们 只不过是在 他的胸部抓了一把 大不了 大不了你多抓我几把就是了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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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里可是妓院啊 进来的都是婊子 你要是进来不出去的话 被人知道了 那那名声可不大好啊 我们也让他抓呢 真是的 哎呀 我说不如来我们院子里吧 老子在这儿 旁边有什么好求的 老子要脱衣服了啊 什么呀 我们杀了他 老子要脱裤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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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两个 一个是我大老婆 一个是我小老婆 他们替换了我的头 把我出来瓢院子 我就逃出来了 结果他们便来追杀我 什么呀 老子要 哎呦 要贴下女人 都像你这两个老婆 我们还不得喝西北风啊 真是的 你不如凶了他们 到我们这儿来啊 玩个痛快啊 真是的 来 这个给你 给我找一匹马 背带巷子口 好 哎 这个给你 把衣服脱给我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哎 你们个乖 赶快向她磕头赔罪啊 过一会儿啊 再拜老娘为师 跟老娘学点床上功夫 好好地服侍她 否则的话 她就把你卖给老娘 在他その过程里 在这里做表子 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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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走 嘟 ac 订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看什么 老娘的豆腐也敢吃啊 别跑 走开 这两个大小老婆若来四里吵架 老子给他们来一个死不认账 看他们怎么办 师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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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师叔祖 这两天你可千万不能出四啊 事情有点不妙 怎么了 刚才相亲除了一个火工过来跟我说 她在砍传回来的路上 看到两个姑娘手里还拿着剑呢 还问起你呢 为什么 他们问她认不认得你 问你什么时候出来 问你爱到什么地方去 这两个姑娘在寺外不回好意 师叔祖只要你足不出四 恋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你可千万不要出去啊 就在四里待着 你 我们堂堂少林寺的高僧不敢出四门 这成何体统啊 看什么看 参见师叔 素成的法子你想到了没有啊 师叔我想到了 好吧 咱们先不用一只蝉 也不用一斤精内功 咱们就用班若掌来对付 也可以破那两姐妹的武功 只可是 只可是 只可是这 只可是练成这班若掌 也得二三十年的时光 是不是啊 二三十年 恐怕 恐怕 恐怕也不一定啊 是不是 对对对 是是是 师叔你别着急啊 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拈花琴拿手 不成 这个办法也不一定能行 这两个小姑娘年纪轻轻 绝不会练过多少年的功夫 我看哪 要对付这两个小妞 压根不需要练什么内功 那不练内功 万一要碰到别的武林高手 一掌之下 您就会金断鼓掠的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两个小姑娘 内功很深厚吗 不深厚啊 那不就结了 有道是兵来将挡 水来吐烟 那那那那 你只需要摸清楚小姑娘的招数 她一招打过来 你老回上一招再打回去 这不就行了吗 管教杀她一个落荒而逃 偏假不留啊 那不 那两个小姑娘现在就在门外呢 你呢 出去跟她们过过手 摸清她们的招式 再回来交给我 不就万臣大吉了吗 师叔啊 出家人不声沉怒 这无缘无故地跟她们动手 是不是有点大大不妥啊 是 是啊 所以啊 那我们就出去走走吧 如果两个小姑娘走了 那这最好不过了 这叫做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那那那管她们用什么招式呢 也就不用去理会了 是啊 是啊 可是 师侄我很少出门的 这一出门就跟人家动手 是不是有点利益不善哪 所以啊 我们两个只需要在寺的周围走一走 不需要走远 那当然了 最好是碰不见她们了 师叔 立心人善 与人无争 真是老娜的楷模 老娜要好好地跟你学习 好好好好地跟你学习呀 走吧 请 请 师叔 没有人 走吧 你先出去看看 那这 师叔啊 我们还是回去吧 要是遇到他们二人哪 我怕我们抵不过呀 你笨脑袋呀 小雷雷 你终于出来了 老和尚 让开 让开 这种剑法不宜用剑边的拔子化解呀 师叔 不行不行啊 这两位女师主剑法太快了 我我我记不过来啊 你叫她们不要着急 慢慢地砍呐 两位姑娘 我师师请你们不必兴急 慢慢地出招 师叔啊 我脑子笨呐 一时三刻 想不出那么多错法 我杀了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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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殷贼 我杀了你 深处小心 呱 对不起 女施主 刚才我这个袖指天男 本来是没有什么手力的 刚才那个女施主 她已经 我还当你也会使这招呢 也实在对不起 得罪得罪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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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美的小美人 铺天之下 也就只剩你一个了 真是让我魂飞天外呀 来 亲个嘴 亲个嘴 不会吧 不开玩笑的 诚官师侄啊 你把那位女施主的 穴道也给点了吧 让他慢慢地把招式 讲解出来 免伤和弃 使叔让我点你的 你们要是上午身免 一个毛发 我把你们少林寺 少少白猎 我 我还没点呢 师叔 他怎么样 没事吧 师叔 你 你真要把他 请进寺里去啊 这有点不大合规矩吧 有什么不合规矩的 他有没有进过少林寺呀 方丈都没有说什么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好好好 那不就结了吗 是是是 还愣着干什么呀 把剑剪起来啊 啊啊啊啊 哎 哎 开门啊 哎 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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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啊 你要留下这个女施主 这个女施主要住在这里啊 师叔 你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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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 师叔 过来 过来 来来来 师叔 快过来 他又不是第一次住在本寺 上次脖子受伤的时候 不是住在东院吗 上一次他是受了重伤 性命攸关 不得不从轻处理啊 那容易得很啊 我只需要在他的身上狠狠地扎一刀 让他有性命之忧 就可以从轻处理了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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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必了 不必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听你的啊 除非你不告诉别人啊 等他把他的招式演练完毕 我们再把他悄悄地送出室去 否则的话 我只能在他身上扎一刀了 是是是 我不说 我不说 我不会说的 我不会说的 好吧 你先出去 咱们高等着我啊 是是是 师叔 你可千万别 别 去呀 是是是是 小姑娘 只要你乖乖地听话 我一根毫毛都不会伤你的 否则的话 我就把你的鼻子搁下来 再放你出四 一个人要是没有了鼻子 不过就是闻不着香味臭味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不是啊 你听不听话呀 听不听话呀 你杀了我吧 你这般花容月貌 我怎么舍得杀你呢 倘若我要是放了你 那从今天开始 我日夜都会想着你 非得为你害了相思病而死不可 那我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把你的鼻子搁下来 你的样子没有那么美了 那我就不害相思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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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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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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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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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乖乖地听话 我宁可把我自己的鼻子搁下来 也不会搁你的鼻子的 好了 好了 不哭了 不哭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哦 原来你叫姚头猫啊 这名字可不怎么好听 谁是姚头猫 你才是姚头猫 是啊 我就叫姚头猫 那你叫什么呀 不说 你不肯说你的名字 那我就只好给你取一个名字了 那就叫做 雅巴猫 胡说八道 我才不是雅巴呢 哎 我有事情跟你商量 你没名没姓的 说起来多别扭啊 那你既然不肯说 那我再给你起名字吧 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嗯 嗯 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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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啦 这叫做围门遥事 胡说八道 我又不姓围 黄天在上 厚度在下 我唯小宝一生一世 就算是大逆不道 十恶不赦 全家超斩 南道女娼 段子俊孙 天打雷拼 浑身长上一千零亿个大智床 我也是非要娶你做老婆不可的 我呸 大 大 好香啊 我姓韦 所以今生今世 你总是姓韦的啦 我不知道你叫什么 但你总是摇头啊 所以就只好叫你 维门遥事啦 哈哈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 胡怨乱矣的小和尚 你是个出家人 还说什么 娶什么 也不怕菩萨降法 死了以后 入十八层地狱 阿弥陀佛 我佛入来观世音菩萨 文珠菩萨 普贤菩萨 于皇大帝 四大金刚 无常小鬼 大家一起听了 我魏小宝非要娶这个姑娘 为老婆不可 就算我死后打进十八层地狱 割舌头 锯脑袋 万劫不得超生 那也没有什么 我是活着什么也不理 死后什么也不怕 这个老婆总之 我是娶定了 别客了别客了 你打死我也好 杀死我也好 总之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你 你答应也好 不答应也好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今后八十年 我是跟你耗杀 就算你变成一百岁的老太婆 我要是娶不到你 仍然死不瞑目 你这样羞辱我 你这样羞辱我 最后一天 你会死在我手里 我要先杀了你 然后再自杀 好啊 你杀死我可以啊 不过那是谋杀亲夫啊 我要是做不成你的老公 我不会那么轻易地救死的 姐 想当初在皇宫之中 我曾叫方姑娘和小郡主做我大小老婆 那时嘻嘻哈哈何等轻松自在 想搂抱就搂抱 想亲嘴便亲嘴 这小妞明明给老和尚点中了穴道 动态不得 啊 怎么我连摸一摸她的手也不敢呢 勒骂骂地 你骂谁 我是骂我自己胆小不中用 又不是骂你 你这般无法无天 还就胆小貌 若你真是胆小 那我可真要谢天谢地了 师叔 喂 我要把那位女施主的穴道解开 有什么法子啊 解学 应该在这位女施主的大腿下面 膝盖内側 就是了 行了行行去吧去吧去 这 老子前世真是欠你的了 老子今生今世什么都不怕 就怕你这个小姑娘一个人 我现在要给你解学了 可不是占你便宜啊 不要你解学 不许你碰我身子 我现在要给你解学了 可不是占你便宜啊 不要你解学 不许你碰我身子 不许你呢 没有 我感觉 不许你 放开我 我就把这个弓ails 给我回我 从现在开始啊 变成七十三门了 这最新的一门啊 是少林寺惠名禅师亲手所创 就叫做 不会吧 你 让开 杀死我师叔了 师叔 师叔 你怎么样了 师叔 你不会死吧 师叔 师叔 师侄啊 我死得好冤哪 乘官师侄 我死之后 你要去找那个姑娘 告诉她 不要改嫁 我死了 师叔 伤口不深 不害大事的 师叔梦想惊慌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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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杀情妇了 谋杀情妇了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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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你看 师叔 你看 要我看书 还不如再给我一道 师叔 这是图书啊 上面所画的 都是那两位女施主 刚刚用的招式啊 真的 快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大若我见不到那位女施主 我是非死不可的 练了这么多正经功夫 又有什么用啊 师叔 是不是被那个女施主下了毒 一定要找到那个女施主 要请她回来给你解毒啊 不然的话 你就会性命难保啊 是啊 是啊 我是中了她的毒了 这毒钻进了五脏六腑 全身的骨到底都是啊 非她本人不解呀 我已经不行了 中的毒怎么办呢 我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的辉聪师弟 如今是您的师弟 他是专门破毒的 我去把他叫来给你破毒 我去了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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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我种的这个毒啊 实是慢性毒 真的他一个人解 别人谁都不管用 那老和尚这更不管用了 师叔是一定要那个女施主 来给你解毒啊 是啊是啊是啊 这一定是独门奇毒啊 幸亏呀 幸亏还是慢性的啊 要不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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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祖 师伯 方丈大师有请师叔祖师伯 到大殿叙化 叙化 叙化 师叔祖